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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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针对这个2000亿美元的商品 原先川普是要刻板这25的关税 后来为什么降到10% 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期中选举在11月6号 那国内的部分有些企业家在反弹 就说你如果刻板这25的关税 我就政治现金就不给你了 所以他已经被迫收到压力 太好了 所以这一段期间我称之为贸易战的空窗期 到11月6号之间 那之前我们会有个大反弹 但是也要提防一点 11月6号如果共和党 就川普代表的共和党 他如果其中选举是大胜的 会气焰高涨 对 气焰高涨之后会贸易战 会在咬人吗 对 他还是会让你皮皮刺 所以我们就先利用这段期间 先不要急 没问题 至少我们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好 那我们来做反弹的动作 好 那其实从今天盘面的架构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架涨量增 对 那架涨量增而且占上季线月线 好 这个是一个中多的开始 我们希望这一波的中多能够 攻过超过11270点 对啊 过了前面高 我们希望这样 因为这两个 如果有两个月的时间 确实有这个机会 加油 对 大家加油 好的 那事实上政府基金获得外资 已经在加油了 你看哦 真的吗 对 因为今天为什么会大涨141点 其实今天的传产龙头是非常凶悍的 对 电子类股的比重只有6成 就是大概59.9嘛 接近6成 它并不是今天盘面的重心 今天盘面重心在哪里 我可以告诉各位 小型股6505的台数化 它变成小型股 小型标股 涨了5.7个百分点 开始在标 真的 对啊 台数化在标 角度好陡 跟油价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所以就是 筹码战 所以法人进来买 买了之后往上拉 至少也是很好的股票 安全 噴高之后就不安全 噴高之后大家就小心 然后台化在今天创新高 台数化创新高 台化在今天涨了5个百分点 这个以前都是属于大家的定存股的 对对都比较温和的股票 算赚值率率的人比较会买的 像那个台数涨了3.5个百分点 这些股票都在创新高 都在创新高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今天为什么会大涨141点 有很多是来自于全职股的贡献 好 那变成非电子的一个 因为它是传产龙头嘛 所以变成非电子股 影响到了这个资金量 所以今天的法人应该是大买的 那大买的情况之下 大概就买这些传产龙头 原因就是我刚才谈到的 一开始我为什么跟你谈台币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其实都要绕回来讲的 因为台币在升值代表热钱 从外面进来 热钱一进来就买金融 买传产龙头 好 今天好的现象是说 虽然电子股的比重只有六成 但是电子股也有很强的股票 好 那这个股票 大家都知道电子股里面 最强的叫6488的环球金 对 他委屈很久了 对 我今天拉到赏金板 那后面才是一个雅德克来 那雅德克工具机应该算是非电 1590雅德克最厉害是雅德克 我说纯粹 对 纯粹就今天来看最厉害的电子股 叫做环球金 好 拉到掌停板 好 那环球金为什么会拉到掌停板 很简单啊 原先市场在传 这个所谓的一个矽晶圆的报价松动 有没有 在传啥松动 结果环球金的徐董 董娘 徐秀兰 她是董娘 应该是董事长 董事长 对 徐董 女的也可以成为董 我错了 我们选姨就是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去 我们选姨不就是女孩子吗 是 女生也很棒 超厉害 所以环球金的董作 这个徐秀兰就出来讲话了 然后市场一直在传 这个什么报价松动有杂音 可是我们接到的订单 明年的部分 合约价的部分 那么上半年会涨7%到9% 下半年会涨5%到7% 也就是我全年度的合约价的涨幅 平均落在12%到16% 也就是接近15%的概念 加权平均在14%到15% 明年的环球金的合约价 已经定掉了 我们的涨价的幅度是 14%到15%左右平均 那市场在传 就是明年的涨幅不会超过 就是各位数 甚至有能估到只有5%左右 也估太差太多了 就是为什么外资混蛋 外资在低档还给你降频的原因 谁要故意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 还是他误判 有些外资法人 有的是故意 有的是误判 结果一出来讲话 环球金变得很厉害 昨天环球金就已经开始转强 转强就很多人就放空它 昨天空单再增加环球金 代表什么 代表大家不相信 就不相信许董讲的话 你今天涨停板你相信了 今天涨停板331块半 你相信了 这个地方说明什么事情 说明明年的合约价 如果涨幅是落在12%到16%之间 加权平均涨幅在14%到15%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现货价会不会跟得动 合约价都已经涨上去 现货价会不涨吗 所以相对来讲 你会发现到这个状况 原来法人圈的预估价格松动 根本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情况之下 环球金的一个大涨会怎么样 因为之前什么 价格都没松动 股价却大跌 跌了这个从高低点算起来 跌幅已经超过五成 将近五成五 那股价要不要做一个反弹 不要多 就跟雅德克一样 涨个五成就行了 涨个五成就行了 很简单的概念 对不对 因为最近其实环球金不是最强的 最强最早起来的是 1590的雅德克 好那我们待会来谈这个东西 那你从雅德克身上 你看到了什么现象 我要各位去思考这个逻辑 一定要去了解这个逻辑 你才会知道下礼拜要怎么做 所以很多人看到 今天的大涨傻眼 也不知道该怎么挑 那其实很简单 你去找那个什么 跌生的一些基欧股 拿去布局 后面市场就会来抬 为什么很简单吗 因为基欧股开始反弹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如果你纯粹就技术面的角度而言 我该谈到 今天是一个价涨量增 它是站上了月季线 它很可能是一个中多的开始 原因就在基欧股上来了 如果今天只是纯粹的 全职股的顶上去 那个没有 那个我不觉得什么什么中多 什么我根本不会跟你谈什么中多 但是现在是跌生的基欧股 基本面没有改变的基欧股开始强谈 所以这一部分应该就会吸引到 原先不敢进场的中长期买盘回来 我要的是中期买盘回容 而不是短线今天买进去 明天要冲出来的卖那个短线客 我要的不是这个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就好像如果你问我 那国具算不算 国具当然算 但国具指吻没有 我不敢讲 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讲给各位听 我跟各位谈过 五月跌的什么 五月跌的是工具机 六月跌矽晶元 七月跌被动元件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这个概念吗 九月跌什么 苹果派 是 对啊 九月跌 八月我不知道跌谁了 对对对 八月应该跌车店吧 那九月跌苹果派 好 我先带你看一下 九月跌苹果派 今天的苹果派的龙头是谁 3008的大立光 盘中打到差一档跌停盘 收盘是上涨的 吓死人 收盘涨了1.85个百分跌 好可怕 从 这一定是有人 有人进来了嘛 有人进来 而且要把大家吓坏 最低打到325 收盘3870 一叉叉了400多块 好可怕 这个一般人不会买嘛 也是 对啊 一般人看到大立光打到快跌停 吓都吓坏了 谁敢去接啊 好 那为什么大立光会修正回来 苹果派嘛 就是他说他九月份的营收 可能营运动能 可能不会比八月份好 本来就是嘛 苹果供应链本来九月以后就慢慢进入淡季了 不是吗 对吧 听到没有 懂这个概念 好 好 现在是最淡季的股票 它的股价跌下来之后回稳了 了解 市场有一句话叫做 弱不再弱 势变强 弱 最弱势的股票不再走弱 代表这个势道就开始转强 所以台股的部分开始要转强了 原先还担心苹果派会有一些这个太大的一个沙盘 那今天的大力光的走法应该就算不会V转 不像那个亚德克会大涨 那至少他稳定了 当大力光稳定了 其他的苹果派在短期的修正之后就稳定 那我再告诉各位 苹果派不会大涨 因为没有条件让他们大涨 你懂我意思吗 苹果派的时间点 买的时间点 以往都是5月 5到9 对5到9 9月早卖点 5月早买点 没有人在9月才找苹果派的买点 我不管你是不是最近跌下来 所以因为他们要即将进入淡季 当他即将进入淡季 代表营收的动能会衰退 你认为他最多就跌升反弹而已 他会再来一段吗 不会嘛 因为他的营运动能开始在衰退 所以苹果派 我们不要求他下礼拜大涨 但我希望他能够跟大力光一样 见到左脚 对我又跟你谈到左脚 今天大力光的这一根下影线 应该就是左脚 也就是3425应该落底了 落底之后后面要怎么样 落底打底整理再翻多嘛 当然也有一些股票他不是这样走 有人说亚德克他是V转上去 我告诉你亚德克都有左右脚 好我会用左右脚的概念来跟各位来谈 好那很多的股票是要上来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之前 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现阶段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你已经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股票 他其实都很弱 但他以前叫做基优股 除非他的基本面改变 如果基本面没有改变的基优股 目前在弱势的就是下礼拜 可以找左右脚去买的关键 好我现在拉回来 现在就能在问了 那国劇算不算开始形成所谓要反弹 大反弹的一个概念 我说没有 好没有 没有的原因是国劇的左脚应该是在昨天 好所以如果国劇的左脚是在昨天的461块的话 那他将来他当然我所谓左脚 他可能不破底或者小破底 这会再拉起来 他未来会走的方向 我比较偏向V型反转之后的右肩平台 他就是拉到一个定点之后开始做整理 他用平台整理不再破底 可以 好V转之后的右肩平台 因为他真的跌太多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国劇会跌那么多了 我相信你会去买也是因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好虽然我没有国劇 我华星科也卖掉了 也获利下车了 但我还是强调一点 MLCC目前没有任何价格松动的现象 我还是必须要告诉你这一点 所以如果说机有股的反弹起来了 国劇会反弹 但他不会像矽晶圆一样往上走 原因在哪里 因为矽晶圆打出底部了 我们刚才谈到了环球晶有没有 环球晶的左右脚有没有出来 有 我讲给各位听 环球晶在9月14号拉出第一支涨停板 但9月13号来到284块半 就是9月13号打到低点284块半 然后9月14号拉涨停板 那一根涨停板是确认 9月13号的284.5是左脚 然后9月18号 好那9月18号基本上拉的又打回一次 来到289.5那是右脚 好右脚 当左脚在284.5 右脚在289.5之后 它的颈线就出来啦 它颈线在9月17号的318.5 那今天的涨停板 是不是代表它的小W底的结构已经完成了 所以它是完成了一个底部的姿态 就小W底 那当然这个地方弹上去它会有压力 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一点 它是W底完成 但国具没有 国具是单脚 那至于说它单脚能不能像雅德克一样V转上去 我觉得有点困难 困难的原因是国具的上档套牢卖押台中 雅德克是后面没有人在关注它了 记不记得 5月跌工具机跌完之后市场已经没有人关注了 然后市场还在那边抢短来抢短去 最多的就是被动元件 好 为什么矽金元可以在后面比较充满会比较安定 因为后面敢抢矽金元的不多了 很多都是去抢被动元件 你仔细思索是不是这样 就是那个短线客进来 这个当时国具从587吧 一路涨到700块 那一段期间很多人当冲客天天进去抢劲杀出 包括外资都是买一天就卖一天 就忽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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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了筹码混乱 所以相对来讲被动元件的筹码 是没有矽金元安定 原因在这边 再来就是矽金元经过整理之后 他们的底部已经出来了 所以环球金经过六天的打底之后 它没有再破底 然后股价在今天拉涨领板 所以今天的环球金的涨领板 确认一件事情 它的中期反弹波要开始 所以原先因为简直而停牌的 3532的台胜科 会在开牌的第一天 应该啦 会跳空涨领板 为什么 因为会开始补涨 因为这段期间 环球金已经先拉了一支涨领板上来 所以相对来讲 礼拜二中九节之后的台胜科会上来 整个矽金元在最近的走势里面 开始在做转强的动作 这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谈到 明年的合约价 它的涨幅是优于市场预期的 所以法人会回补 所以你昨天看到环球金 那个外资回来买了一千多张 原因就在于 他们看错了 会回来回补 好 现阶段的一个架构里面来看 我刚才谈到 其实最强的不是 今天最强是环球金 但是这一波 本周最强是谁 亚德克 对亚德克 这真的厉害到了一定的极点 所以他从239一路涨上来 涨到了今天的高点 今天的涨领盘 343.5 他总共涨了104块半 厉不厉害 就这几天 2 4 6 7 7天 7天的时间 7个交易的时间 涨了104块半 涨幅是高达43.7 好 所以亚德克做了V转 那我们现在回头想一件事情 当初他从600块杀下来的亚德克 他的基本面确实因为贸易战而受到影响 但相对来讲 未来的智慧自动化 是不是未来的潮流 还是啊 这就是我跟各位谈到的 基本面虽然有杂音 但未来人看好 而股价修正回来 出现左右角 他就可以往上走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关键 那亚德克的部分出现了左角 他的左角在什么位置呢 左角在8月13号的275块 那是左角 右角在9月12号跌到了239 跌破了275 当股价占回到275块以上之后 就代表他回到了左角之上 结果呢 你到这个280进去买的话 到今天还有50块可以赚 因为来到343块半 所以你从这地方可以判断一个准则 第一个如果他相对来讲 这个大这个个股的一个形态 因为现阶段市场的比较不理心 造成他股价的修正 那修正回来之后 他未来的竞争力都存在 那又出现左右角的情况 你就把它买起来就好了 你就好像275块买进去亚德克 后面呢 后面会涨到343块啊 像这样股票有很多 你要往这边去挑就行了 你不会挑的话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杨阳老师帮各位 帮各位 那我在今天有一个中秋节的豪礼 你加入我LINE A的群组之后 就可以拿到这个豪礼 那这个豪礼呢 那么基本上叫做 我称之为黄金右角的基优豪股 就像类似亚德克这样 那这样的一个豪股票 如果出现了黄金右角 他又站回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左脚之上 你可以观察 我会挑几档黄金右角的股票 那如果他回到左脚之上 你就进去买 好不好 那当然我们要求的是 利润要大于风险 那所以如果你加入LINE A的群组之后 杨老师会在这个假期之间 写这份报告给你 我会挑几档黄金右角的好标的 市场都没关注哦 不要市场每天都在那边交点 那边交点来交点去的 那个筹码会很乱 我们去找市场没有关注到的好标的 然后呢 形成黄金右角之后 那这档个股 这份资料 我就会送给你 欢迎各位加入杨老师的LINE A群组 好的 谢谢老师 好 那么我们看到了今天呢 环球精英的部分表现了非常的亮丽 持续的追踪了一些好个股哦 那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哦 这个左脚右脚在算是 这算是技术线型嘛 对不对 技术面是指筹码的修正 它要稳定 然后基有股是基本面挑 所以基本面选股技术面去操作 是 好 所以呢 这个相辅相成之后 老师呢 现在预备了新的好个股哦 欢迎听众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呢 好好的先研读 黄金右脚 基优好股 个股研究报告 好 老师卫生 还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 对 好的股票就要把它挑起来嘛 就好像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很 我很心仪的女孩子 是 我跟她告白 那结果被打枪 她说我志向太远大 诶 其真啊 我志向远大怎么会被打枪呢 那时候你的志向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志向啊 我志向赶快毕业而已 怎么会有志向远大 结果她就说 我志向太远大 因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所以志向太远大 所以我想这档 这些好的标的物 我们志向远大一点 把好的标的物选起来 然后送给各位 是 谢谢老师的补充 好 放假时间 给大家轻松一下 也希望呢 下周操作更顺利了 时间关系防控进行到这里 感谢杨老师为大家的分析 还有呢 这一场经常笑话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 股市战将的单言 赶快地邀请到 华信投顾的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嗨 齐真好 大家好 是林何彦 好 老师我们今天是 中秋节夜 好 中秋快乐 那我们呢 明天过后 今天赏月完了之后 明天台股要怎么看呢 还有接下来 老师已配合自己的 独创的时间的周期 还有配合了 现在的一个 盘面上的一个架构 老师的策略部分 请教老师哦 好的 今天是中秋节 先祝大家中秋节愉快 吃月饼不要吃太多 太甜了 有年纪的话 负担很重 烤肉 现在国人习惯 中秋节要烤肉 我小时候 中秋节我觉得没有烤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北人 台北人是 没有地方烤吗 没有台北人 以前中秋节没那个习惯 那我是后来在 二十七八岁那时候 详细年纪我忘记了 我认识我老婆 谈恋爱才去烤肉 也不是啦 因为那时候还在交往 她是女朋友 然后她是嘉义人 然后有一次她邀请我去 回嘉义 然后去一起过节日 那我跟她一起回嘉义之后 我发现 开心的吧 整个嘉义 满街都是在烤肉 全部都在烤肉 全部都在烤肉 对呀 让我感觉上 诶北部的中秋节 跟南部中秋节 是不一样的 南部很热闹 那乘几何时 现在全省中秋节 都在烤肉 烤肉其实还蛮好玩 蛮好吃的 可是真的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也是有点致癌 那烤完肉之后 这是三天假嘛 可能有些人会到 郊外去走一走 或者做一个旅游的规划 那个都无所谓啦 记得 礼拜一要收心操 礼拜二 礼拜一要收心操 礼拜二 礼拜二 礼拜二明天要开盘 所以还是要做一下 准备功课 不要因为放假 放得太松了 结果该准备的功课 没有准备 那这样就不好了 yes sir 老师那你今天 要给我们出一点功课吗 好的 那今天是中秋节 所以说 我们也可以放轻松一点 不需要像以前说 行情贴得那么近 我们今天来谈一个 比较大的宏观面 你看今年台北股市 今年台北股市走了风风雨雨啊 因为很多人在今年伤得很重 这是确实的 因为今年很多 我知道很多人在今年行情里面 前面几年的多头 可能大家赚得很愉快 可是今年却让大家跌破眼镜 那其实今年台北股市 没有太大的波动 今年台北股市最大的一个波动 在什么时候 记不记得 在农历年前的时候 农历年前从11270点 短短两个礼拜时间 击杀到10189 两个礼拜时间台北股市跌了1081点 那当时的时空背景是怎么样 当时是因为美国FED的新任主席 鲍威尔即将上台之际 传出来说 今年可能会有四度的升息 所以这样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把大家给吓坏掉 因为毕竟升息 大家还是比较不乐见的 那之前一年两次 三次 那个都还可以 一年到四次 这有点太密集 所以把市场给吓坏掉 当时是全世界一起崩跌 台北股市两个礼拜 跌了1081点 那后来其实 接下来的时间 台北股市你现在很看 你仔细看 从2月3月4月5月6月 一直到9月份 台北股市其实只是一直在 11250点到10500点 750点而已 整整走了 七八个月的时间 你七八个月只有750点 那种指数看起来 会让人家觉得 哇好沉闷啊 没空间对不对 那你可就错了 这几个月 尤其是最后这三个月时间 台北股市很多股票 跌了很惨 跌了很惨 这个等一下再来讲 台北股市其实在 今年的行情里面 在全球主要国家 我们算是稳的 我们算是比较稳的 因为今年以来 国际之间有蛮多大事 最大的事情莫过于什么 贸易战 美国挑了欧洲 美国挑了墨西哥 挑了加拿大 甚至于挑了日本 挑了全世界 全世界是在刚才的部分 美国主动挑起贸易战 挑了中国 最后挑了中国 那其实有些地方都已经握手言和了 现在剩下中国还没有定案 还在打口水 贸易战让全球股市也伤得还蛮重的 尤其大陆股市的部分 那除了贸易战以外 今年全球股市还有什么大事情 知不知道 美国升息吗 汇率战 因为美国升息的结果 带动美元的升息 也带动其他国家货币的贬值 你知道今年以来 美元是涨了3.36% 如果说以最低点来算的话 美元从88.28 升息到96.98 美元从低点升息上来9.8% 9.8%很夸张啊 所以为什么川普会信誓旦旦说 五兆美金流回我美国 美国之所以能够股市撑得那么强 就是因为资金源源不断流向美国 把美国给撑住 那美元的升息 包含美元的升值 让全球主要国家货币 今年都很惨 你看这次扁的比较惊人的 比如说 里拉 对土耳其的里拉 差点快失控 造成股市的崩跌 另外还有阿根廷的 批索 阿根廷的批索 也差点出现违约交割 那最近 印尼的印尼顿 印尼顿也差点失控 那其实这里面还包含着 俄罗斯卢布跌了18% 印度的卢比也跌了12% 很多啦 菲律宾的批索也跌了7% 台币是还好 台币今年从29扁到30.8% 我们是扁了6% 那扁了6% 可能出口厂商会有一些 出口的利差 那如果说以年底 去年年底到现在来算的话 台币是扁3% 所以台币本身来说 在今年全球股市跟货币来说 新台币是比较稳的 新台币是比较稳的 所以除了汇率战以外 再就是贸易战 这个对于股市来说 影响都相当大 那所以你看这一次全球股市 我们刚讲过台北股市 最近这六个月 这六个多月 只有700点 750点来回走 大乡行震荡 你知道大陆股市 今年从高点下来多惨 你知道吗 您说 快30% 很惨 30%如果是台北股市的话 要多少 3000几点 要3000几点 不要来 赶紧我们没那么多 香港比较少 也有20% 那连 南韩首尔都跌掉15% 对 新加坡也跌到14% 所以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 我们人真说起来 我们已经是表现得很好的 很强 750点走了六个多月 可是你仔细看的话 OTC就不行了 因为上市的部分有一些重型部队 比如说台积电银行股在撑 OTC都是小朋友 所以OTC指数这一次 从六月份的160点 到九月份的131点 其实OTC也跌掉20% 所以真的是不能轻忽 如果说20个person 换算成上市的话 相当于是跌掉2254点 所以台北股市 你看到加权指数 你觉得safe 没事情 那可不 因为很多中小型股 一定跌得惨不忍睹 OTC指数我刚讲过 跌了20% 相当于加权指数2254点 很可怕 加权指数2254点 会怕死哦 会吓死人 对不对 所以个股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个股的部分 有很多个股 比如说像2049上盈 上盈从530跌到240 跌幅高达55% 3105的稳貌 从334 跌到124 63% 都是在最近这三四个月时间里面 6488的环球精 对642块 下到存284块 56% 56% 这些都是基本面很好的哦 这都是大公司 这都是基本面很好的哦 对不对 大家可能比较忘记了 有一档 古后 记不记得古后是谁 以前的古后 他有换过 6510的经测 记不记得 所以说现在的人都是 只见新人孝 不见旧人孤 那现在的古后呢 老师也帮我们复习一下 现在的古后是 5274的姓华 对 因为现在古后变得太快了 前一阵是谁 2327的国具 对哦 那时候还1000多哦 那你就算古王大力光好了 今年也从6000跌到3000啊 也是跌成恐怖啊 这种高价 你想哦 连这种最赚钱的 大家最信赖的 在这三四个月时间 都跌成这么惨 那其他没有基本面的呢 恐怕更严重吧 所以加权指数其实 没有那么重要 个股其实是 更直接影响到 大多数人的操作的 你看被动元件 在最后这两个月时间 伤透了很多人的心 国具可以从1300 跌到剩下461 真的 让很多人大受打击啊 你看最近这两个月时间 融资大减423亿 就7893个月而已哦 融资竟然减那么多 可见很多投资人 是一路在砍股票的 那这里面很多是断头的 可是我们反过来看哦 一样七八九三个月 外资是买了748亿的 所以可见的外资 没有那么悲观 当然没有错 上半年的时候 外资卖了3000亿 可是下半年 7月8月9月3个月 外资是开始慢慢 回补持股的 所以当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自己怎么做 你要看一下法人怎么做 把人是怎么做 那当然更重要的 国票市里面 你不能死多头 节庆我们不要讲死字哦 我们来说 不可以抵抗抗抗抗抗了啦 改做多你做多 改半坑你还半坑 你不能任性 明明行情就一直跌 我空了15只股票 现在你们知道嘛 台北股市有固定 25天的循环 我也教你们啦 改做多你还做多 改做坑你还做坑 不能任性 好 那当目前股价 都跌那么深之后 最近融资还在瘦深 外资在减便宜货 你们发现到 最近贸易战 已经有点疲乏了 很多国家股市 也开始上来了 那当台北股市 个股都跌那么深之后 当加权指数 OTC指数 跌那么深之后 后面有大事 什么大事 知道吗 知道 年底有选举 11月24号有选举 依照我个人的经验 只要遇到选举 选前选后 都有选举行情 这套公式你学会之后 其实每次选举 都是送钱给你的 我现在先开始 跟大家这样预告 我在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 9月29号的礼拜六 下午台北场 我办了一场讲座 讲座的名称 选举行情五部曲之首部曲 选举行情五部曲之首部曲 这个听起来很像电影那个魔戒 可是电影魔戒一开始没有告诉我们有五部 我们没有那么恐怖 但是老师直接跟我们讲有五部 我们是针对选举行情有五个阶段 我在这个礼拜六 这一场讲座 选举行情五部曲之首部曲 这次演讲 我有准备精美的强意 这个强意你们外面买不到 等一下广告时间 你们可以打电影进来预约报名 我们线上有服务人员会为您做服务 那等一下更细节的部分 我第二段再来为大家做说明 好的 好 没想到选举又开到了 而且老师 趁着今天是中秋佳节的时候 跟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年度的操作 还有现阶段的局势 还有 接下来从目前到年底之间 还会发生的一些大事 都很重要 同时也预告 礼拜六老师演讲了 稍待一会讯息提供给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听朋友 现在就可以马上先来预约 本周六 老师在9月29号 跟大家的约会 那这次的约会不只是约会 其实老师要跟大家分享 台湾的选举行情 它有一些惯性 老师这次的演讲题目叫做 选举行情五部曲 然后本周六要登场的就是首部曲 预备了精美的讲义 欢迎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先预约登记 预约登记了 就有机会得到精美讲义 名额有限 好欢迎您利用工商服务的电话 02-239-239-88 02-239-239-88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再回来了 在今天中秋节的特别节目 何彦老师呢 跟大家来分享到 这个上半年到目前为止的操作 还有接下来要留意的 特别是呢 台湾又要选举了 其实不只是台湾选举 对不对 美国也选举啊 那台湾的选举真的很多 刚刚私下跟老师聊说 台湾选举呢 以前是年年选 现在呢是选一休一 那在我们台股操作部分 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惯性呢 记得礼拜六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秘诀 那么在节目当中 老师来再跟我们补充哪部分呢 好的 10月份是美国的其中大选 所以大家认为说 川普他这一次打贸易战 尤其针对中国 有点是为了其中大选 那如果是为了其中大选的话 那么10月以后 那个力度应该会减缓 应该就会变小 那台湾这一次的选举 是在11月24的投票 那之前是年年都选举 因为我特别在研究时间密码 你看我研究时间密码 好处就在哪里 关键的转折 你能够事先掌握得到 就好像从去年10月开始 我一直跟大家讲 台北股市就是25天 25天 25天 我做吗 很准的啦 对古年10月走到现在 涨25天 跌25天 涨25天 跌25天 那你就照这个规律性 循环性做就好了嘛 所以研究时间周期 你能够掌握住这个规律性周 其实股票操作起来 是很顺手的 该多你会多 该空你会空 像这是很多 其实很多人 他不习惯做空 只是一味的 长期性的做多 这样不够OK啦 股票是有去漏漏 就有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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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为了买最低卖最高 或者空最高补最低 不是的 你只要方法对方向对 赚到目的都达到了 所以一定要养成多空双向 都要做得很熟练才行 当行情如果要跌的时候 该空你一定要空 那我们刚刚谈到 这次台北股市 虽然加群指数只有750点 整个指数在全世界的股市表现里面 算是可圈可点的 可是OTC跌的很重 OTC跌掉20% 个股的部分有七成的股票 七成不夸张 有七成的股票 跌幅都超过50%以上 你看国具1300跌到460 跌掉65% 经测更离谱 曾经一代股后 从1520跌到468 跌掉70% 连这种最好的股票 都跌成这个样子 那其他没有基本面的 或者基本面差一点的 那跌到什么情况 可想而知 跌升不是让你悲观 跌升不是让你吓到 跌升反而是好事 因为行情有跌就有涨 那有涨就有跌 当大多数股票跌升之后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 新的一个上涨即将就要来了 当然要有机会 那什么机会 就是选举行情 就是选举行情 接下来11月24日的投票 依照我个人研究选举行情的经验 很准的哦 我在研究时间密码 我固定每年都有开课 那个长期来听我课的就知道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规律性 光是选举就有固定的选举行情 我特别20年的选举 我研究的结果有五大规律 我把它称为五部曲 就好像现在电影 电影只要卖得好 它都会有续集 比如说魔戒有首部曲 二部曲三部曲 演卖得好就有续集 那复仇者联盟 也有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是不是 然后美国队长 也有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现在英国的那个也有 我们选举行情 也有五部曲五个阶段 五个阶段 它都有不同的走势 首部曲选前两个月 二部曲选前一个月 三部曲选前八到十天 四部曲选后一个月 五部曲选后两个月 你看我都可以念给你听 因为我长期在上课 也长期在印证 准确率是百分之百 我又说一遍 准确率是百分之百 我的人我从来不夸张 有多少我就讲多少 有几分我就讲几分 选举行情五部曲这五个节奏 准确率百分之百 二十年来我印证的结果 百分之百 我这二十年来遇到选举行情 我的操作零失误 我刚才来说零失误 所以这个礼拜六 我特别在礼拜六下午 我安排了一场讲座 选举行情五部曲之首部曲 我把首部曲会怎么样走 其实用嘴巴讲没有用 我把二十年来选举行情的公式 呈现给你看 二十年来大大小小的选举公式 我把它公布给你看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原来选举行情是这样走 这些要贪大钱 我把这份资料定成讲义 因为这份讲义 以前我们都在技术班的时候 才会拿得到 你在外面所有的房间书籍 你一律都没有 因为这是我研究的心得 因为这是我研究的心得 我知道目前整个市场 气氛还蛮低迷的 因为融资减少了四百多亿 很多人已经赔了很多钱 大钱输到变小钱 输钱没关系 输钱也会尽上的 国务市场有人输就是有人赢 有人赢就是有人输 重点是你有本事输钱 你就要有本事再赢回来 加油 那要赢回来要有行情 有没有行情 有 选举行情来了 接下来选举行情来了 大盘跌低 OTC跌了20% 个股跌了50% 七成的股票跌了50% 60% 不就是在酝酿后面的选举行情 在酝酿后面的大行情 当大行情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你要领先比别人知道 所以你要说千金难买早知道 林何彦可以让你早知道 这礼拜六的演讲 我要邀请你来听 我把我20年来研究的心得 选举行情五部曲之首部曲 我来交给你 同时金美讲义送完为止 今天第一天开始预约报名 大家进来 好的 今天第一天 所以一定会有 所以动作要快 要好好的把握了 时间关系就感谢我们华信头顾 林何彦总顾问分享了 谢谢你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要报名 老师礼拜六的演讲 请动作要快哦 今天第一天开放预约登记 金美的讲义就会属于你 欢迎您可以利用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直接登记 而老师提到的 之前的多空操作 听众朋友想要知道细节 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的时候 同时咨询 不用客气 个股有问题也可以提出哦 239 239 88 提供给您 祝您佳节愉快 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